张华县议会12日举行公益直播异麦活动 议长谢点灵及县长王惠美化身直播主 卖力促销圣母圣心旗帜中心的手作韩式泡菜 慈恩庇护农场的芦荟面 以及多个社福团体的手作产品 协助提升能见度创造新型销售通路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次疫情的影响下 让我们的机构社福的收入变低 再加上他们本来就有很多自主自己的制造手作品 也因为这次疫情有一点点销售没那么好 所以希望透过新型的直播方式 能够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我们的社福以及这些相关的机构 他们都有非常好的产品 希望有爱心的朋友都能够跟他们来订这些产品 好吃又可以做爱心 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 那很多的社福团体他的捐款收入都下价 那之前俊庭也是我们彰化在普新那边 那他去帮喜乐保育院做了一个意卖 我觉得效果不错 那我扩大邀请中部的一些直播组 有公主派对有三郎 三郎也是以前也都在彰化也在园林在夜市叫卖 然后有董志成 有阿杰 然后俊庭 我要试一下麦克风 还有那个叫麦根 其实大家都是很TOP的直播主 所以我们来一起来做一个共襄盛举的活动 国内新冠疫情逐渐趋缓 在疫情解封之际生活迈入新形态 谢一长希望利用这次疫情的契机 将县内农产甚至是各级产业商品 透过辅导转型运用网络直播平台模式 开拓多元通路建立新形态销售管道 协助行销彰化产品增加收益 公益频道张华允彰化采访报导